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现在看看 都有白头发了 就是上年纪了 土都埋到眉毛的这儿 到眉毛了 到哪儿 那叫土埋半截了 土埋的半截了 对 所有认识千儿哥的人都跟我提过 说什么呀 说你看千儿哥特别像一个慈祥的老大爷 哦 还慈祥的老大爷 这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 你先等一会儿 我就是人 我就不用拟人了 哦 反正就夸您慈祥 这个是对的 真这样吗 我们合作快半辈子了 是 真是啊 这个舞台见证了我们哥儿俩 没错 到现在 我自己都觉得很感慨 真的 老了 您倒没有 哎 早先站台上说像是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不觉得累 是 现在时间长了 腰酸腿疼 还是大了 他媳妇都说我 我媳妇怎么说你 你可不如原来了 对 什么呀 这干嘛非我媳妇说呀 高峰的媳妇也说 是啊 孙悦的媳妇也说 好多人媳妇都说 哎呀 人缘不错 这竟交朋友了 就这朋友啊 什么呀 玩笑说玩笑 你真见了嫂子 你不能开这个玩笑 你得规矩 老嫂不一母小 说的是儿嘛 这就对了 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这是我们行内的事 虽然说嫂子很漂亮 嗯 馋了 什么毛病 但是这个 那是嫂子 还是的 嫂子这些年保养的也不错 还不错 还行 你别看都这岁数站在那 我觉得不次于那些小姑娘们 是吗 有一成语就形容嫂子这个 这个岁数的女人 怎么说 虽 徐娘们办老不老 什么乱七八糟 但是 娘们都出来了 虽徐娘们 徐娘 徐娘 没有那个门啊 没有没有 所以徐娘办老不老的 还行 什么叫办老不老的 但是还很自愣 这都是什么词啊 你哪儿学来的 这一组 原谅我们又上过 上过学念过书啊 瞧出来了 很好 是吗 愿意跟您一块说像 那倒是 为了什么 为了这些人捧咱们 这大伙真捧 说像是哪那么容易啊 都我们得练啊 都说是说像上台 我们是个艺术 嗯 什么叫艺术 这还能单解是吗 艺是艺 术是术 这怎么说呢 艺是演员的能力 术是把能力卖出去 哦 这不一样 有艺无术 那叫诈骗 哦 有术无艺 那是商贩 哦 哎呀 我这个相声 这么好 那么好 那么好 这么好 听完之后啊 狗都能学好了 哎呦 但是一说卖票吧 一毛钱一张票 观众把剧场砸了 不爱看 你不是诈骗吗 嗯 你这么好 怎么没人听呢 对呀 你这么好 怎么连一毛钱都不值呢 嗯 那叫骗人 还真是 你看今天啊 这个剧场 北京北展剧场 是 不到三千人 我们哥俩跟这演了 够十多年了 十二年了吧 啊 跟这个剧场 什么难 嗯 就是这种商演是最难 商演怎么个难法呢 因为它是人为无法控制的 这不能控制 天下无论什么事情 只要是人力可为的 嗯 它就简单 怎么叫人力可为啊 你看举个例子 嗯 取一团 哦 我就在这团 你是那儿的 嗯 头牌 不是 您说的是取一团吗 对 反正你在那儿 你是 你是最漂亮的吧 还是头牌 就是好多客人就 就 在教室 你是头牌了 你不要再描这事了 你是一个 著名的 头牌 哎呀 反正就是 这就是 一级演员 对对对对 行吗 你们这个巴巴山曲异团呢 也得演出去 可不是得演出吗 这是一个 扎根在老北京 六十多年的 一个老的曲异团 哦 六十多年了 然后你们团长 给大伙开会 哦 他们那个 德运社也演出 这是扎根老北京的吗 这 那么这个 老北京 巴巴山曲异团 谁说呢 那么也得出去 演出去 那就是演出呗 就找呗 保定地区啊 什么石研装那边 找 但是村民们不干 给农村演 就是看你们演出 耽误秋收 我们这精神食粮都不要了 是吗 最后你们团长带着演员 就跪球啊 跪球 怎么着 跪球啊 跪球 跪球 看我们一场像是吗 哎呦 聊了聊去 最后就决定 你们先帮人家秋收 我们是演出去了 是干活去了 先秋收 秋收之后 然后你们在演出 给人家 给人送鸡蛋 秋收完了 怕人没菜 只要是来看你们的相声 每个观众给二斤鸡蛋 发鸡蛋 但是有两个观众 觉得给鸡蛋 他也不爱去 给鸡蛋都不成 因为这俩观众 家里是开这个养鸡场的 人家不缺鸡蛋 反正最后说吧 就是同意了 就让你们去演 那好 你们也演 你们也一人做一大褂 有漂白的 有粗白布的 对 我们这办白事呢 是怎么 穿漂白大褂 就随便演 这个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像这种演出 就不用尊重观众 你先等一会儿 怎么呢 不用尊重观众 那当然 我拿你钱了吗 你拿我鸡蛋了 我还帮你求收呢 对啊 所以就什么 跟观众拽列了 台上吐鸡撒尿 都可以 我们也太粗俗了 我们这个 所以说你这种演出 就好能 不用尊重 你看 对不对 他不像商演 商演是必须尊重观众 我们卖票啊 你们这送鸡蛋 不重要 所以说人为可以控制 就好干 是 还有比如说 评级 这个也是人为可以控制 比如说你换一单位吧 你是一个电影演员 我这好 逃出八宝山来了 我这是 你是八宝山电影公司 还是没出来 我这 就影视演员了 你是一个影视演员 你们单位要评级 要评三级的那个 电影还是演员 现实演员 没有演员怎么拍电影呢 那就先评演员 但是只有一个名额 就是打四级演员 往三级演员上调 只有一个三级演员的名额 那就 你们单位领导 手里算这三级名额 看给谁了 给谁 是给于谦 还是给苍景空 这俩人谁对我有用 苍景空对你有用 我别跟他争这个 所以你得等明年 明年才三级的 对啊 你说这三级演员 给你给他 没有什么区别 是 完全在你们单位 领导那个兴趣上了 对吧 人类可以控制 这个就简单 他可以控制 你包括向上大赛 那也行啊 八宝山背向上大赛 得 离不开这了 然后 给吧 有一等奖 给他 还是给他 这个 这个不行 这花钱了 这不行 这他爸爸有势力 那怎么办 得了 给那哑巴吧 给哑巴了 就是人为可以控制了 就都简单 唯独这种演出 控制不了 怎么呢 三千多人 人家花钱买票了 对 为什么咱们说 观众是我们的 衣食父母啊 您的每一张票 拿回来 我们要养家糊口 是 拿钱来 给我父母 孩子上学 对 给我媳妇 给他媳妇 对 我媳妇不用你给 我媳妇不用你给 拿着吧 对 什么叫拿着 谁跟你商量这事来了 拿着就拿着 行不行 不差这一回 不要 真月不给了 哪月你没给过 以后不过花鞭 我说 没听说过 就说这意思 就说这意思 所以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这话对 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迁 国德纲渝迁代表德云社四百多相声艺人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各位 您扩 怎么能把相上说好 怎么能 有窍门 这还有窍门 雅俗共赏 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 说的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 怎么呢 雅要雅的那么俗 俗要俗的那么雅 中间有辩证关系 单纯的雅和苏没有枉法 怎么叫没枉法 知道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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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的那么雅俗共赏 大姐您在哪呢 我参观参观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一会儿给个话筒 给话筒 乐得不是开心 谢谢 谢谢您的支持 你看说的哪儿忘了 我里搅和了 从来吧 所以徐娘们儿半老子 从哪儿来的 太倒的往前了 就来回这么莫莫分 我能玩好几天 这个雅俗共赏 是 雅 你雅得过昆渠吗 昆渠是很雅 昆渠雅 清朝乾隆年间 写的大清 大清律里边 法律 清朝的王法写着 昆渠是国粹 地方戏演员 进了北京算犯法 不能唱 当年地方戏演员 进北京就捆上了 改不改昆渠 要是改 放开你还可以谋生 不改 捆好了 送回老家种地去 不让唱 国家王法都写着了 必须听昆渠 当然了 他那个王法就改了 后来 大清律 没多长时间 乾隆过生日 这条没了 去掉 欢迎地方戏进北京 祝皇上生日快乐 你想一出 试一出吗 地方戏进北京 团结一块 打跑了昆渠 才有了京剧 哑到那个程度 背后有大清王朝支持 他都没有坚持下来 因为他太哑了 太哑了 前清了举子 赶考了秀才念书的这些人 捧着二十四史 抱着康熙词典听戏 所以说他到民国 就卖不出票去了 取高和寡 谁跟你受热罪 听场戏比重地还累 真听不懂 对吧 哑到极致不风流 好话 所以太哑不行 太俗也不行 太俗怎么不行呢 余老师一上台 就把裤子脱了 还有教会 余老师 如果您在台上 真把裤子脱了 我觉得一大帮观众 一块就得 实不怎么样 我觉得观众素质 有待提高今天 所以啊 太俗太雅都不行 必须是雅俗共赏 那怎么才能做到雅俗共赏 那就是余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 没听说了 那 我真拖呀 那就更没人看昆曲了 玩笑说玩笑 那说加钱了 加钱 我们这头牌 谁说你能加多少钱 还是钱的事吗 不是 不是钱的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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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的粉丝们 今儿一喊就看冲这个来的 你怎么知道今儿非有这个 他昨天做梦梦去了 好 谢谢吧 其实每次跟观众聊天 尤其这个大下茬 我特别开心 高兴吗 因为只有说相声 是可以跟观众搭下茬 我们这叫互动 艺术的特性 对 我个人建议啊 第一 如果您去看个芭蕾舞啊 叫想乐 不建议你们搭下茬 也没有经过搭下茬 就是啊 你说他那跳天鹅湖 你跟爹 哎 烤鸭 那玩意什么 不建议 不建议 保安妃把你们扛出去 捆到树上搭 绑了全聚德猛狗 就是啊 不合适 所以说第一 就是在外边 就这种演出 不要搭下茬 第二呢 就是在家看电视的时候 别搭下茬 那搭什么下茬 因为我认为啊 那个 电视里的人 可能不会理你 多新鲜 你还容易让家人 给你送离院去 必要 现场搭下茬 我们这么些年来 其实总结过 是吗 为什么要搭下茬 搭下茬不外乎 不是男孩 就是女孩 那可不是就这么两种吗 女孩搭下茬 一般都是新鲜 新鲜 在家看视频什么 你看他们搭下茬 多好玩啊 终于到现场 哎呀 这就是孟可唐 这就是于谦 哎呀 高兴 含两嗓子 兴奋 男孩搭下茬 一般是逞能 逞能 一般 单独啊 光顾一个人来的男孩 他不搭下茬 这少 这俩是女孩 太 太属于兴奋 这俩 嗓子憋 嗓子憋 踩醋了 那边男孩 带女朋友 那得意了 搞对象的 他这险的呀 台上你看 他来两句下茬 这句话搭完了 周边还有人跟着笑 那他得飞起来要人 墨里就 你看 你看 你看我怎么样 大下茬 你看大花也多乐 你看 走 开房去 走 什么叫开房 哪儿啊 这开房 他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呀 这大下茬好处也太大了 那是 成功嘛 我有时候站台上 我站着 我看得清楚 每个人都看得清楚 表情我都看得 哎 要看这男孩 小孩干个结尽的 小女孩也挺漂亮 俩人很般配 有时候我就愿意帮他一把 怎么帮他 就给他垫两句 往他嘴里送他两句 让他成功 有时候递完的话 我还就 这什么意思 就 得了 我就帮你到这 你要努力 有的时候 那个男的一看 就像刚放出来 那女的一看 马上就要进去 好 这俩人撇着脸 还跟着搭下茬 我一句话 我就堆自命 我告诉你们 本身人家就聚少离多了 还是 这就是我们这孩的乐趣 我们这乐趣多开心呢 我们这都从小就 就干这个 学这个 老师告诉我们 什么叫相声 什么叫好相声 好相声就是聊天 就是说话 脸上站着 没有再着急的 就是聊天嘛 把所有的城市化的东西 都化掉它 我教您各位听相声 你要一看这俩说相 往这一站 俩人就上个发了 打后台就四脖子汗流汗 俩人出来 就跟上刑场似的 站着哗哗流汗 这孙子心里没底 没底 越喊越不会 不能喊 哎呀 我们小小 心里没跟 说踏踏踏实聊天 好好说人话 就对了呗 这就是从小练 这得练 从小的时候 先生告诉我们 最重要一点 是嘴里边得干净 那是功夫 说话不轻 如盾刀杀人 不是什么 还盾刀杀人 杀人的刀要快 杀人的刀要是盾了 这个人太难受了 那都是死 比如 比如余老师被杀头 我也是嘴欠 我搭这茬干嘛 举例子 换我 那太好了 好吗 比如我被杀头 可以 我被杀头之后 余老师成了孤儿 你先打 那儿就我成孤儿了 陈北超 您还是拿我举例子吧 我要求这个 因为要把我杀了 没人给你解释 盾刀杀人了 余老师被杀 咱们挑一个好日子 这还要挑日子 除夕 春节 大年三十 举国欢庆 那是 有华人的地方 都在庆祝 高兴 余老师 余老师这天 还得是个好日子 您过生日 双喜临门呢 新搬的家 还乔迁之喜 新买了一个 六万七千平米的 独栋别墅 我住广场上了 我这 你媳妇出去买彩票 三毛钱买张彩票 中了现金十二亿 抢去了这是 欧元 还是欧元 是你们窗户跟 马路边都是 那太多了 你儿子今天 还从国外回来 全家团聚 这孩子在国外念书 三岁就到英国去读书 这是让人抢走的 这是 三岁就要出去了 就是为了 要那个语言环境 三岁走 今年二十三 回来 走了这二十年 他走的时候 还不会说话 都没喊过你一声 那是三岁 今天回来了 带着未婚妻 还要结婚 未婚妻的父亲 是世界首富 这好事都让我改上了 各家婚乐 全家人坐在一块 太开心了 是是是 上菜 吃饭 年夜饭 干渣小黄鱼 你瞧我们年夜吃这东西 余老师高兴 拿筷子夹一个 这一咬嘎嘣一下子 怎么了 干渣小黄鱼肚子里 有一钻石半金尘 这鱼是让钻石砸死的 这是 那么大一块钻石 天下的好事都到您的脑子上 那就没别人份了 我也得去 您干嘛去 给您祝寿 哎呦 这谢谢您 祝您生日快乐 得嘞 还给您准备礼物了 什么礼物 印度三宝 这礼物挺新鲜的 这个 快看 送来了 门一开 印度公司派了一个美女 给您送货 这还是美女送 这个印度美女18岁 妙龄 锅色天香 漂亮 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 印度的 这还点一红点 这就是风情吗 脱着包装盒 是 娱乐师 祝您什么事快乐 这什么味 那么公司让奶泪的 行了 行了 这女孩怎么这味 教她中国话 那是保定人 这孩子也不想进步了 打开盒 印度三宝 那都什么 一个印度小叶子坛 雕刻的木桶 哎呦 这小叶子坛 就是一宝啊 外边抹着一层印度咖喱 这宝有点糟劲 开盖一看 买卖灯灯 一桶 什么 印度神油 好家伙 这么三宝 娱乐师趁热喝了不 喝了 这玩意儿有喝的吗 余老师端起来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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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门上露出三个字来 写的是 特等奖 这好事还没完呢是吗 人家公司促销 谁发现这三个字 特等奖就是谁的了 那么这特等奖是什么呀 特等奖就是这个印度女孩 那么这女孩 这一辈子这个人就是你的了 就跟我过日子了 太开心了 那是 除了扫夫人有点不乐意 我媳妇有点想法 那你凭什么他上 我就赶紧劝 对 抽奖算什么呀 就是就是 正说着光光光有人砸门 这回谁来了 打开门一瞧 四百个官兵 这官兵干嘛来了 余老师春节快乐 对呦谢谢您 喝家团聚 得嘞 巧遣之喜 谢谢您吉言 生日快乐 得得得 走 杀头去吧 我都把这茬忘了 还杀头去 赶紧杀头去 凭什么杀头 没有原因走吧 不行 你得给我个理由 就是拿你去解释一下 炖刀杀人 你小伙死在这四个字上了 走吧 余老师 人走了 屋里边天都塌了 这么大的事可不是 你儿子三岁走到 二十三岁回来 对 打进门没来得及喊你 就想坐在那举起杯 好好的喊你一声 都没有 没来得及 光当个孩子就坐那 行天霹雳 喊了个媳妇坐在旁边 我腿都软了 是吗 一声我就歪在这 没经历过这 你媳妇坐我这边 印度这闺女坐我这边 什么表情 您这 很难过的事情 我怎么没敲出来呢 这是很难过嘛 你拿现场当相声听了 您这 谁也别 谁都我愣死这样 没绑住 得了 做饭吧 你们缺心眼啊 这都拉个砍头去了 你们还做饭 严三十包这饺子吧 还真包啊 其实是吃不下去 那你们包 那么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好 您别乐出声了 我忍点 就砍头 我们哪吃得下去 这不是为了吃饭 那为什么呀 还包 给邻居们看 邻居们看什么呀 谁家没有几个缺德的邻居 怎么意思 好我们这屋一哭哭一酒 也不吃饭 邻居不得说闲话吗 说什么闲话 瞧瞧这家人家 不就杀头吗 连饭都不吃了 咱们不落呢 这什么缺德邻居啊 这是 还有这么嚼根子的 连荤子带素的 包十几样馅 这就不少了 一样包一百个 对吧 真吃得了 煎炒烹炸门刘凹 再叫点外卖 弄四十个菜 就可以了 红酒 啤酒 白酒 喝不喝的 打开跟着搁着 煮饺子去包蒜 炸点辣椒油 吃着还挺喘 倒醋 辣巴醋 再调一碗咖喱 对 那还印度娘们呢 都得有 我们正在 何家难过的时候 您说清楚了吧 正在难过的时候 哎呀 您三十啊 刚想起来 对 来来来 打开电视 干嘛呀 看到春晚 看看有没有好相声 没有好相声了 我都死了 还有什么好相声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个时候 余老师已经送到了 北京踩石口 我都到了地方了 我打开菜式口 这是一个杀人的风水宝地 这传统的杀人地方 来到这儿了 一大帮 跪着手上来 给余老师把衣服扒了 哎 等会儿 一丝不挂 从上到下全扒了 不是 干嘛还扒了我 哎呀 命都不要了 还要脸干嘛 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啊 我 哎 你早说这儿好了啊 好 我还说晚了 扒干净了 嗯 一丝不挂 光着 五花大帮 脖子后边插一个招子 什么叫招子呀 白纸叠的插在竹柜上 上面是宝剑的尖 写上你的罪 我这个写的是 奸斩人犯一名 大流氓于谦 我说我怎么光着呢 嗯 插好了 哎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让我说话 余老师大气 我说什么 本盲 本盲 什么叫本盲 大流氓吗 大流氓自称本盲啊 我都头回听说这词 叫本流不好听 废话 本盲 跪下 踹那儿了 啪叉跪那儿 跪 怎么撅那儿了 废话 你要不踹我我就撅那儿了 跪 你又撅那儿 你管我这干嘛 有人管 他光着屁股撅那儿啊 一会儿杀头了 撅着撅着吧 都忙活完了 是 天就亮了 我这儿折腾了一宿 年三十送来的 现在已经是大年初一了 你瞧瞧 北京每年初一开始啊 它是有庙会的 北京有好几摊庙会呢 最热闹的是场地儿庙会 那是一个老的庙会 琉璃茶啊 对对对 一般来说都从清朝 就延续到现在 你瞧瞧 北京城里 大概六七十万人上这儿来玩来 热闹 外地游客有个三四十万 这就摆着来号人 这一百多万人 都要从您的身边经过 你先等一会儿啊 好的 场地儿庙会 对 一百多万人都从我身边经过 是的 我在这儿 你们卖票不卖票啊当时 通票 我还含在里头了 你是一个景点 这叫什么景点啊 你这叫雅苏贡赏 不唱那个 哎呦 这些是一百多万人啊 都打着过逛票会啊 让人看去吧 怎么了 看什么了 鱼签 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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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老师 你不用嚷 我就爱听你的像 这老师找着像 不 等会儿 我这儿光着呢 照什么像 我们像头就喜欢你哟 别说这个 好多人都来 还有那个闺女接妈妈接婆婆来看着 那么好热闹呢 哪儿了鱼签啊 还真来 这就是那说像鱼签啊 看见了 还真白啊 你管着管着 老太太能那么贱气啊这个 一晃啊 就到了初七了 我 等会儿 我这儿展了七天了 因为北京的庙会就是初一到初六 还剩一天呢 内部人员得看看呢 我临死还给他们一个优惠呢 我伺候你一年去了 是啊 大伙都看完了 都满意了 准备杀头了 赶紧杀吧 在这边有一个展棚 展棚 搭了一棚子 里边坐着奸展官 怎么还有奸展官呢 就一官负责这事儿啊 他得下令 哎 配着一红斗棚 这红斗棚 辟邪啊 哦 龟子手过来了 启兵大人 哦 师臣一道 奸展官这才一回头 说什么呀 啥呀 什么 怎啊 嗯 弄死了切习醉 什么呀 嚣死了 给谁省着 行了 这来东北奸展官呢 这个 龟子手回来 啊 把刀抄起来 哦 这口刀啊 尖宽背后日飞薄 杀人不见雪光豪 紫薇薇蓝瓦瓦 霞光腕 倒霉彩千条 哼 哼哩哆哆 串着巍巍 快 呀 就这一下子 是不是吓一跳 没砍啊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谁跟你斗了 是 是 没有玩的 鱼老 哎呦 尿了啊 废话 下 哎我跟逗着玩 谁 我布置他布置他 尿了 别嚷了 快拿这蹲布来 拿什么蹲布 尿了来 我擦我怨我对不起 太腿了 哪腿哪腿 别嚷了 砍头了 这还擦地干嘛 啊 哪 呦 蹲布 你干什么来了 你们这是 手起道路 啊 这不是就完了吗 人头落地 啊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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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惨 王那边咕噜 突然停住了 干嘛 等红绿灯 我要这么规矩至于砍头吗 我 绿灯了啊 啊 人头过马路 你看看 扭过脸了还得夸跪着手 我说什么 好快的刀啊 嘿嘿 太贱了我这个 杀人刀要快 这就要快 这要是炖刀 您就受罪了 哎 差不了多少 咱们换一方式 这回用炖刀杀您 怎么再说一遍啊 前面的事情我们都不提了 什么叫前面啊 就是那个我坐这儿 你洗手坐这儿 那个印度 我们吃饺子 行 放心 我这都归你都归你 敬酒跳舞 行 都归你 就从我接收开始吧好吗 那还是从头说 好不好 没事了 就我们喝家欢乐 跟你没关系啊 你已经跟这儿展览七天了好吗 七天过去了 七天过去 撤展了 还是撤展了 还是展览吧这个 这个 启禀大人师辰一道 哎 这就行了 奸战官一回头 他说什么 撒呀 怎啊 削啊 切席睡弄似的 好家伙 这孙子 这孙子还没下班呢 这孙子还没下班呢 跪的时候把刀抄起来了 赶紧砍 这口鬼头打到唐朝流传下来 唐朝到现在一次都没磨过 因为磨一次得花三毛钱 好 从唐朝到现在没人舍得花三毛钱 太抠了 哎呀 上面都是锯齿 都带齿了 而且刀刃比刀背厚一寸 这翻过来是合适了这 要是拿刀刃杀你是你的造化 这 这回呢 今天拿刀刃杀你 刀刃上大锯齿小锯齿 哎呀 举起来走你 怎么样 扎脖子上了 扎上了 上不来下不去 那怎么办呢 只能横着推 这不是锯吗 连锯三天您才怎么着 怎么着 你是饿死的 哇 去